车友们半路上遇到山区暴雨 瞬间稳稳泥流冲下来烟火露面 车友们还是训练有助稳定的骑程离开 车友们并不是特别去冒险 我们是忽然遇到这种状况 当下的一个抉择而已 是是是 不要说我站在一起才好站 去越远期 不是这个东西 了解了解 车友强调出游前一定都会做好时间规划 包括天气路线 但一个小时前天气都还是好好的 但在经过嘉义往云林南投山区路段时 却突然下起大雨 因为暴雨来得又快又急 他们当时没有回头 也快往前骑比较安全 尽管有人一度被凝流卡住 还是慢慢克服 因为你刚才有讲 你们前一天都出发行程 出发前一天 你们自己都还会去评估 是否要 对对对 因为这是突然遇到了这个 突然的暴雨 这两天在嘉义云林山区 有突然的午后雷震雨 当地民众也呼吁来往三区的车辆 要小心瞬间午后雷震雨 也就是俗称的塞巴喉 塞巴喉 我好像有线路很大 在阿里山 阿里山出来的车辆 目前 我都很大 大家骑机车都 都穿好 车友们强调 出发前都有做好功课 之前并没有收集到 有关暴雨的讯息 还好一路应变得宜 没有人员受伤 而往后六七八月 也会更加小心规划 三区行程 民事新闻张家伟 郑仁文 甲乙南投 众投报道 郑仁文 郑仁文